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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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香港局局长邓炳强和旁边罪行委员会委员 他行会议之后见记者看现场 很快就会有关人士的逮捕出现 多谢你的问题 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观察到有一些迹象 是有人通过一些反中的平台去进行一些煽动活动 另外我们都见到是有一些人是煽动香港人是参与这些行为的 但我们都见到有些是2019年的核武事件的参与者都是牵涉在这些活动当中的 在这些活动的现场我们都见到有一些字眼是和分裂或者颠覆是有关的 作为保安局局长我有责任首先是建议大学的管理层 其实大学校园是有可能被用作为一个基地去破坏国家的安全 我也是有责任去建议向工作人士建议 而特别是年轻人去劝谓不要被那些是煽动的人煽动出来 去进行很自然的旧年的行为 我也是要警告那些是尝试在香港造成社会动乱的人 你们是会失败的 因为我们会在一切所能去起诉这样的行为 我们会采取坚决的行动去打击任何的危害 是香港的中国的国家安全的行为 我已经是和社会大众说过 其实如果要保护国家安全的话 我们需要全香港市民共同的努力 谢谢 下一位 第二行 第三行 白色衣服 那位 你好 局长明报 想再问刚刚刚杭嘉玉的白纸革命 现在是否警方没有进一步的守正行动 或者没有任何拘捕 第二条问题 想问刚刚提到三合会有关 商人方面多了三宗 有没有实际的数据和实际的数字 而且有些市民统计过 各区也有一些黑帮仇杀上升的趋势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说 你是否不认同大家弃称香港是一个国际大刀会 都是一把刀的刀 最后就是想问一下内地 刚才你两位有两条提问 好 首先就是大约两个礼拜前 我们是察觉到有些人在网上 特别是利用一些反华的社交平台 去煽动一些人出来 做一些可能危害我们香港治安的一些活动 特别是会令到我们社会不稳定的活动 我们也留意到 有些是2019年黑暴走路的人 在他们的一些社交平台里 是继续鼓励煽动一些人出来 我们也留意到这些活动里面 有份出席参与的人 是包括一些2019年黑暴的人物出现 我们也发现在这些活动里面 是出现一些可能是牵涉一些煽动 或者牵涉一些颠覆国家相关的情况出现 作为保安高局长 我看到这种情况 必然是一个责任 首先是要提醒大学有关的管理层 他们应该是要防范大学校园 被人用作为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 我也要提醒市民 特别是年轻人 不要轻易被人煽动 煽动出来 煽动你那些人 其实很多人已经走路了 他们在外国享受一些政治红利 煽动了你们出来 承受这个法律的后果 另外我也要对一些想真真正正的危害 我们国家安全 香港安全的人 我就要警告他们 你做这些行为 我必然会搜证 必然会把你拘捕 以及必然会依法办事 而事实上 我作出了这些劝诫和警告之后 这些事情已经减退了 我认为这是我们香港整体市民 是打击危害国家安全 是我们香港安全 一个成功的例子 另外第二个问题 有关于 对于到目前为止 我们未作出拘捕 但对于任何违法行为 我们一定会搜证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会作出跟进行动 另外刚才提到一些 是黑社会一些活动 过去一个月 事实上是有几宗 一些黑社会的暴力案件 是发生了的 我们明白到是市民的关注 事实上 黑社会罪案 确实上升了百分之十四点九 但是上升罪案 最主要是一些 是严重赌博的罪行 以及一些诈骗案 事实上 一些和黑社会有关的 伤害案件 比去年同期多了三宗 当然了 这些案件 我们是一宗都嫌多了 所以我们也采取了一连串 针对黑社会的活动 包括一些打击我们财政的活动 是做了一些巡查 和一些突击搜查的行动 包括一些拘捕行动 拘捕了超过九百人 亦是就着一些 藏有攻击性武器 犯运危险肉物 或者刺青沙漠会有关的案件 是作出拘捕的 谢谢 下一条 第二排的那位女士 01 想再问白纸运动 其实刚才局长没有说得很清楚 到现在为止 局方有没有做过任何跟进调查工作 就着白纸运动方面 另外刚才局长提到 国安有责任提醒大学 提防相关的行动 局方会要求大学做什么行动 要求大学配合呢 另外想问一下 因为近日照顾者的凶杀案多了 你认为反映了什么 还有没有办法阻止同类人的案件去发生 好 那我再提答 我怕我记不了你这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两个礼拜前的 那些是有机会危害我们香港安全的行为 只要你犯了法 我们一定会尽力搜索证据 如果有证据 我们就会依法 作出拘捕或其他跟进行动 但在这一刻 我们还未就着这些事件 作出拘捕行动 第二个是 有关于什么 好的 好了 我也提过 就是说要确保大学不要被人利用 作为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 我相信大学是有责任自己 因应他学校的情况 是不容许这些地方被人滥用的 我相信大学自己会采取一些适当的行动 当然了 他如果认为有需要的话 是可以报警的 就是这么多 好 第三个是什么 凶杀案 凶杀案 照顾者 是 我们也留意到近期有一些 照顾者凶杀案 首先 在调查案件方面 当然了 我们会进行搜证 以及进行一些要有需要的监控工作 但整体可能是牵涉到一些 社会上一些其他照顾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整体 整个政府整体考虑 究竟我们是怎样可以 就这些情况做好些 多谢 好 最后一条 第二排 是 你很友善的 想问一下 外国比赛播错国歌的调查进度是如何 至今有没有发现是刻意播错 还是已经可以禁止 第二就是想问一下 Google和其他搜寻器 有没有按保安局的要求 将正确的国歌置顶 有什么跟进行动 因为现在至今还出现那首反修例的歌 多谢你的问题 首先我们警方的有组织罪案 及三合会调查科 只是因应这些情况再出调查 在这个阶段来说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是一些香港相关的运动员 或者职员 是有份牵涉这些情况 在这个阶段没有证据证明 我都想说一说 香港的国歌 即是我们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国歌 是这一首歌 就是《御勇军进行曲》 任何人企图用其他歌曲混淆 这都是错误的 都是不对的 在Google的搜寻器里 如果是香港的国歌 就显示了一些和19年黑暴有关的歌曲 我们是觉得非常遗憾 还有这件事 亦是伤害了我们香港市民的感情 我们其实应该向Google提出了 要求把正确的国歌置上去 可惜Google拒绝 他的推说 即是他推堂的说话 就是说 这些是演算法 我们是决定不了的 现在由这些演算法推算出来 但众所周知 只要你付钱Google卖广告 就可以将别人看到的信息 放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如果Google推说 我也没办法 我相信这个匪夷所思 和香港人是不会接受的 我们也留意到 刚刚欧盟法院裁定了Google 是必须将一些明显不准确的搜寻结果 删除 而Google表示了 会遵从欧洲法院的指示 但对于我们香港政府提出 是予以拒绝 究竟这个是否双重标准 是否欠我们香港市民一个交代 我们香港政府一定会用一切的方法 是要更正这个情况 多谢大家 好 多谢各位 那我们的记者会在这里结束 各位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刚才说 留意到两星期前 网上有反华和危害社会的活动 亦见到2019年黑暴事件的参与者 都有参与当中 不过暂时未就相关的事件 作出任何拘捕行动 但他就建议大学管理层 要防止大学成为破坏社会 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 要防止2019年的事件重演 而他们会尽全力打击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我们先看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暴 19463点跌437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1587亿 最活跃港股收市价 财富基金跌4.02 碧桂圆服务跌4.07 恒生中国企业跌2.06 美团跌13.01 腾讯控股跌8.00 阿里巴巴跌3.5 南方恒生科技跌1.09 新城发展跌6.07 快手跌2.01 有帮保险跌5.00 南筹股收市价 汇与控股升4毫 有帮保险跌5毫 中移动跌3毫 港交锁跌6.6 香港中华煤气跌2 恒生科技指数报4192点 跌176点 转泰欧洲故事方面 倫敦富士100指数跌10点 巴黎Kat指数跌3点 德国Dex指数跌33点 其他消息 迟云山昨日发生轮常命案 一个长期患病和行动不便的女人死亡 死者的父母被控谋杀罪 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74岁的女人梁月薇和78岁男人余萍 暂时无需答辩 处理主任裁判官王雅欣应控方申请 押后到明年2月再讯 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两个被告还押程教主看管 警方昨日凌晨收到报案 说迟洛邨洛顺楼一个单位 有一个女人受伤 救护员到场将47岁分为的女人 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后证实死亡 警方发现死者曾经被硬物襲击 并在单位发现一个铁锤 拘捕死者的父母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照顾者支援 等措施 包括将经济援助计划行上化 设立照顾者支援专线等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 多位议员都认为 政府对照顾者的支援不足 当局会研究针对照顾者权益的法律 为了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 明年10月开始 政府将关内基金下的四项 经济援助计划行上化 有议员说长期病患者 残疾人士和特殊需要人士家长 合共超过50万人 而有关的经济援助计划 借得1万人受惠 可不可以立即思考下 在社区内设立一些一站式 以照顾者为本的服务 而有社工或者护理人员 以个案的经理模式 因应他们需要 剪裁服务给他们 希望政府在这个情况下加码 而尽快设立一些 有真正援助到的 不是一点点档档 表面功夫的工作 亦有议员关注 潮云山一个家庭发生的命案 我认为这些零散的措施 无论我们做多少派多少钱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的方向 明年今日 同样都会有一些悲剧的发生 就好像撒盐和胡椒粉 撒到大海里 撒完 什么效果都没有 在其他地方世界各地 其实早在20年 已经有就照顾者 设立一些专门的法律 保护照顾者的权益 在香港这方面 我们是相当落后 直接是盲方时代 议员认为 可能要多一些专门的法律 去帮助他们 照他研究 我们也是其中一个方向 我们认为 钱不是最需要的一个 当然钱是帮到少少手 但如何令服务 整合到给需要的人 这个更加重要 所以一些暂托服务 我们知道是一个存在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处理 当局亦会建立一站式的 照顾者资讯网站 加强暂托服务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 启申报道 有新界的士团体申请加价 起标价加6元至29.5元 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 联同12个新界的士团体 向运输署申请加价 他们说经历过社会运动和疫情 生意大跌 政府提供的燃料宝座也刚刚完结 加上保险费增加一倍 至每年5万5千元 的士司机和车主都承受旁大压力 希望当局尽快批准加价 他们提出分两次加起标价 在明年第一季和2024年各加3元 希望乘客容易接受 新界的士在今年7月 起标价已由20.5元加到23.5元 在北京外交部证实 外交部副部长謝峰 和两位访华的美国部务院官员 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12月11日至12月 外交部副部长謝峰 在河北廊坊同来访的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 国务卿康达 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 罗森伯格举行了会谈 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 巴厘岛会晤共识 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 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 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 加强各层级交往 和开展相关领域合作 进行了深入沟通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广泛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 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 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美国以西藏人权问题为借口 制裁两个中国官员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 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依据美国内法 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 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 有关行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予以强烈谴责 十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美国没有权力动辄 对别的国家进行制裁 没有资格扮演世界警察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所谓制裁 停止干涉西藏事务和中国内政 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各位艾冠合围 将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大桥通车 之后第一个工作日 早上的繁忙时间交通大致暢信 来到艾曼收工时间 看看外面的交通状况 先看看左上角 昨天通车第一天下午 一度擠塞的江南隧道 茶果嶺入口一带 见到目前的车流尚算是畅通 而右上角能够驳入江南隧道的 东隧收费广场 依然车流量都未算是很多 都依然是非常畅通 至于旧路张军澳隧道九龙的入口 虽然收窄了行车线 但是现在也是非常畅顺的 而私家车也不需要再停车收费 所以未见出现樽颈 现场消息先看到这里 而江南隧道和江军澳跨湾大桥 早上交通大致暢信 茶果嶺到出入口有两个地方需要改善 至于江军澳隧道出九龙 运达署说车流量减少了四分一 新隧道开通的第一个工作日 立即起到分楼作用 中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 行车长迅 即入隧道前有少少制室 早上大约八点十五分 车龙连电话机路都未到 上星期五早上的同一时间 塞到去江军澳运动场 车龙缩短了1.2公里 运输署说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车 分流去到江南隧道 交通情况不是擠塞的 是多车 江南隧道未开之前 江军澳隧道在凡忘时间 早上的行车速度 大概每小时只有十公里 今早早来计 我们现在的观察 其实行车的速度 在江军澳隧道 是可以快平时两三倍 去到最快30公里 分流去到新隧的车 不少一日出康城转入淮澳路 经跨湾桥 再去到江南隧道出九龙或港岛 亦有不少入江军澳的车转用新隧道 天后过来十五分钟就很顺畅 很顺畅的 没什么车 不用多遇到时间 是很快的 新隧一条景岭保浴路的出入口 早上整体车流不多 不少驾车人士都关注 隧道前的这段保浴路 有多盏交通灯 会不会有塞车 不过我们今早看 基本上每次灯位 都有大约五六架车等转入新隧 情况大致畅信 未见有塞车 多八千至一万架次 大概是四点钟发生 而刚刚四点到五点 这两个小时 我们说入将军澳的车辆 其实也是我们昨天整个周日最高峰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应该去试新路 不过他说留意到两个问题 包括茶果岭道一带仍然有违离泊车 警方早早已拖走一架车 亦发出十五张定压告票 其次是不少司机经新隧道 驶至九龙出口巴士站前出现有疑 大家很担心 于是觉得我应该要去转线 其实不需要 因此我们漏夜加了一个可便讯式指示屏 就说往九龙 无需转线 因为其实我们地下有marking 不但大家可能新路没有那么熟悉 另外我们就漏夜画了双白线 他呼吁驾驶人士不要横跃双白线 无线电视记者蓝启申不道 有五条新巴士线在平日繁忙时段 行驶章岩隧道和跨弯连接路 我们比较过行新线 和上个星期同时断行旧线的巴士 去到总站的时间接近一样 而驾驶加车过海 照早行新路 比起以往经将军澳隧道 时间减少近一半 在日出康城巴士总站 除了我们也有赶上班的居民 试搭新线795经旺角去巡沙环 我是出旺角那边的 试试看时间如何 如果试过太久 可能会转回地面 巴士总站在工业村 由康城出发 仍要停多三个站 才可以取到康湾大桥和江南隧道 到南田交汇处 同上个星期在同一地点 同一繁忙时段出发的795P比较 走旧路 一出就直上将军澳隧道公路 但洗至保康公园对上的时候 慢洗才能进入隧道 用了一个小时到长沙环总站 今天795行新路 同样用了一个小时到总站 完全没有塞车 很快 不过我刚才才看到 它好像只有一天好像只有几班 我觉得迟些会多些 我想会方便些 因为康城那边实在太难乘搭车 去港岛又怎样 住在日出康城的刘先生 平日需要开车到柴湾上班 今天使用新路 早上8点多由住所出发 直上跨湾大桥 再进入江南隧道 很畅通的整条路 基本上没有车 新路连接东隧 用了9分多钟就到 比平时快一半 我们同时出发的採访车 走旧路过海 同一时间只到 将军澳隧道入口 将军澳隧道没有了 例牌的大塞车 但仍然要换慢行车 到九龙出口 只是开放两条行车线 之后在南田 军澳隧九龙入口 塞车 而楼山到军澳后 遇上轻微激湿 大约三分钟后进入隧道 到柴湾工作地点 全程大约25分钟 采放车离开冬水之后 全程直奔 仍然需要大约38分钟才到 GPS信号已经走断 虽然经江南隧道过海 比以往方便 但他认为指示牌仍然不够 始终一选错路 那天就慢慢兜路 但我相信走熟了 对居民来说 基本上都知道 左边就是香港东 右边就是九龙 我想都可以的 他又说 不排除江南隧道 和跨湾连接路 将来有更多工程车 或者重型车洗经 导致路面有更多碎石 希望多个能够 加密清理路面的次数 无线电视记者 曾经报报道 九名男女被控2019年 在国庆日 在尖沙罪一带参与暴动等罪 全部人罪成 其中八个人判囚 四年七个月至五年 当中八个人藏有伸宿棍 摺刀、手扣、戒刀等 交控管有攻击性武器罪等罪 全部人否认控罪 审讯之后裁定罪成 法官张杰宜判刑的时候说 暴动现场人数众多 尖沙罪警署外曾经有大约一千人 警方警告后 示威者持续使用武力 向警署投摘五至十枚汽油弹 引致建筑物起火 又攻击警方便装小巴 汽油弹必然会损坏材物 亦不能忽视对警署内人员 人身安全带来风险 还被告明知行为违法 身穿深色衣服掩饰身份 部分人除了穿着防护装备外 更管有攻击性物品和其他物品 虽然没有证据说领导暴动 但是参与者属于同一群体 示威者明显目无法己 挑战警方权威和法治 需要判刑阻下 刑头棒壳 否则社会将会负上惨痛代价 以五年的监禁为量刑起点 部分人因为年轻等原因获减刑 判处八个被告入獄四年七个月到五年 另一个二十九岁地盘工人 早前确诊缺席聆讯之后 没有依其贵押 无线电视机者 林俊谦 池云山昨日发生伦常命案 一个长期患病和行动不变的女人死亡 死者的父母被控谋杀罪 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七十四岁女人梁月薇和七十八岁男人余平 暂时无需答辩 处理主任裁判官黄雅欣应控方申请 押后到明年二月再讯 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两名被告还押程教署看管 警方昨日凌晨收到报案 说迟落村落讯楼一个单位 有一个女人受伤 救护员到场将四十七岁昏迷的女人 送广华医院抢救后 证实死亡 警方发现死者曾经被压物襲击 并且在单位发现一个铁锤 拘捕死者的父母 先休息一会 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多个政府部门 获得公务员优质服务奖 获奖的部门 包括基电工程署 警务署和房屋署 当中获得卓越部门合作奖的项目 是由医务卫生局统筹 超过十八个决策局和部门 共同合作的同心组 而表扬有关部门在疫情期间 增建检疫设施 并在十个月之内完成四千多个单位 说缓市民在疫情初期 对检疫设施需求的压力 奖励计划由公务员事务局 从1999年开始 每两至三年举办一次 目的是表扬政府部门和团队 提供优质服务的却越成就 香港在疫情前 其实我们缺乏了一些建造 这些同类型的营社的经验 但是疫情一来的时候 我们在开始初期 我们团队就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需要配合联同的人数分配 选址和单位设计 消防系统的安全设计 和感染疾控的一些设计等等 为了令入住的人士住得更舒适 单位的配套也是我们着重的地方 好像一些为了年长人士入住的房间 床架均以圆角的设计 餐桌的四角也安装了防撞膠 减低他们因为意外碰撞 而受伤的机会 半港新增的晚4717宗新冠国案 输入国案占704宗 本地个案占14,013宗 34间安老同残疾院舍 一共70名院友和13名员工检疫 82名密切接触的院友需要检疫 17间学校一共20班出现聚集个案 可以直接到内地点对点提货或交货 有业界说陆路运输逐步恢复之后 运输成本下降 有助舒缓物价上升 粵港跨境货车运输星期一起 调整为点对点运输模式 跨境货车司机可以直接前往作业点提货或交货 无需再经由内地司机交收 有关安排并无限额 司机入境前需要通过跨境安系统预约申报 陆路运输业界话 早早通往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大致猖信 预计公港货源会逐步回复正常 陆路运输常有助降低近三分一运输成本 有助换和物价升势 有货运业界话 新鲜食品也有望恢复供应内地 新冠后 波贵船到香港 飞机博到香港 我们可以在三个两个小时前下 新鲜水果 新鲜的鱼 虾鞋 是可以到达到广东站不同的开发市场 他又说因为近年晚 未有大量货运订单 相信农历新年前后相关运作暢顺之后 出入口陆路运输将会恢复正常 无线电视记者 劉慧宜报道 内地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回落到一万宗以下 新增八千六百多宗 广东占最多有二千三百四十七宗 重庆和北京都有过千宗 而可查询最近十四日内 行程轨迹的通讯行程卡服务 明天开始暂停 行程卡是由公信报纸上 和多个电信服务供应商 共同推出的行程查询服务 在2020年2月推出 行程卡停用后 用户的数据会彻底删除 杜绝数据安全风险 转体下 美国今个星期同几十个非洲国家 领袖召开封会 巨报将公布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成为永久成员 分析认为 美国期望借封会拉拢非洲国家 抗衡中俄影响力 但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巨报也正不断扩大 非洲多国领袖和代表团 陆续抵达美国马里兰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准备出席星期二至星期四 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 据报四十九个非洲国家领导人 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将会出席峰会 今次是时间八年 美非领导人再度举行峰会 预计会商讨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经贸以及俄乌战事等的议题 外电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会议期间 会宣布美国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成为永久成员 目前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的空间有限 非盟五十五个成员当中 只有南非是二十国集团成员 美国八月发表非洲战略 说非洲在全球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 批评中国将非洲视为重要舞台 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推进本身的商业和地缘利益 破坏透明度和开放性 俄罗斯亦被指借武器销售和军事培训 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 分析认为非洲成为中美俄三国的 国力长 美国期望借峰会加强和非洲的互信 减少非洲对中俄的依赖 不过《日经》新闻就报导 中国目前正加强对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 当中尼日里亚早前就从中方接收一艘巡逻船 应对海上罪行 并且引述专家说解放军在军事援助非洲上 可以和美国以及法国看齐 内地环球时报也说 中非经贸关系近年不断加强 引述中国海关数据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亚超过1300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过16% 无线电视记者 杨洁仪报导